好 歡迎來到小站吃什麼 耶 掌聲歡迎鴨主播 嘿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天啊 親愛的鴨主播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是哪裡 滿月鮮 天啊 滿月鮮 你一進來就聞到那個非常香的烤鴨味 沒有錯 而且整個環境超級漂亮 聽說今年剛重新裝潢完成是不是 沒錯 我們剛剛裝潢完成 九月份剛裝潢完成 天啊 太厲害了 好喔 那今天呢 我們來到小站吃什麼呢 是 我今天就是要來考驗 我們鴨主播的臨場反應 沒有問題 平常公司資料有沒有背得非常齊全 滾瓜爛熟 好 OK 那我們現在要看到桌上有一個這個響鈴 待會呢 我有六個題目要考驗你 好 看能不能在一秒鐘之間 每一題在一秒鐘內回答 好 這是非常非常嚴峻的考驗 你準備好要接受了嗎 準備好了 好 準備喔 叮叮叮 第一題 請問小站集團成立幾週年 五週年 好 請問小站集團旗上有幾個品牌 滿月軒 月圓坊 無邪燒肉 請問吃燒肉吃哪一家 無邪燒肉 吃烤鴨吃哪一家 滿月軒 月圓坊 OK 吃香菜吃哪一家 滿月軒 吃粵菜吃哪一家 月圓坊 哈哈哈 他的鼓勵 OK 果然很不得了 但是 鴨主播 聽說 你們今年 有鴨香寶 是不是 沒有錯 因為我們集團成立五週年了 這一次的五週年活動 所以他講的是 送雞票 活動辦法趕快告訴大家 活動辦法是 在每一間店呢 完成指定任務 在滿月軒呢 你只要點一隻烤鴨 在月圓坊 你只要點一個套餐 在無邪燒肉呢 只要點選 A5和牛的任一品項的料理 即可參加 抽雞票的資格 天啊 太讚了吧 而且呢 他是新宇航空 日本 東京 跟台北 來回雞票 再次感謝老闆 謝謝老闆 第一優惠呢 是享有85折 第二優惠呢 就完成指定任務 我們就可以享有 抽雞票 雙重優惠一次滿足 太讚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現在我們小站集團 有VIP會員APP 請記得大家趕快下載喔 小站吃什麼 歡迎來到滿月軒 嗨鴨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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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吃到沒辦法講話了是不是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你今天在吃什麼 一鴨三吃 一鴨三吃 你是說我們的 滿月軒最有名的烤鴨嗎 當然 好 烤鴨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一鴨三吃有 片鴨 片鴨 鴨骨 還有我們的鴨湯 鴨湯 太讚了吧 快點跟妳介紹我們的片鴨 就用櫻桃鴨去做 櫻桃鴨 櫻桃本身在講它的肉質很細膩 油脂豐富 真的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可能一來啊 可以先試吃它的原味 是 再搭配我們的餅皮跟我們的配料 跟妳介紹一下喔 我們的配料 甜麵醬跟焦糖粉 對 為什麼呢 它可以解油膩 哇 好讚耶 超好吃 所以直接用我們的餅皮 然後直接加甜麵醬 把鴨肉夾進去 嗯 OK 那我現在要考驗囉 我們滿月軒這麼大方的餐廳 這一定可以蓄吧 配料 可以蓄 我告訴妳 去到妳吃得飽 去到妳吃飽就為止就對了 對 所以這一次週年慶只要點一隻鴨 它就有三種好吃的口味 沒錯 OK 所以如果是新朋友 你還沒有吃過我們滿月軒的烤鴨 真的要靠這一次 沒錯 好的 資源 是不是幫我們介紹一下桌上的這三道呢 使用月光蝦做成的避風堂大蝦 那這邊的話是揚粥炒飯 大人小孩都很喜歡的一道料理 另外還有月氏及蜘蛛餅 看起來假設家裡牙口不好的長輩適合嗎 我們牙口不好的長輩 這裡剛好有 噴在 效果的話可以看一下 這邊 好 越宣越遠遠遠都在等這一道 就在等這一道 好 非常濃郁的芋頭 然後妳看它的珍珠 非常的滑 所以是西米露 然後每一顆都超級漂亮 妳一定要試試看 非常濃郁 小鎮集團五週年 五個蛋 五個蛋